各位觀眾聽眾 歡迎來到我們有談有行最後一節的節目 直播間當然繼續有我海榮主持這個節目 另外也有兩位音樂人兩位嘉賓 雨絲和龍老師 我為一些剛剛開始聽到的嘉賓的觀眾介紹一下 雨絲是青年會副主席 文善社創務會長 非常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 龍老師是我們灣區愛樂的團長 理事也是非常多年很有資深經驗的小提琴演奏家 繼續聽他們兩位的分享 剛剛講了很多你個人的故事 包括你們的音樂路的經歷 包括你們去到音樂表演的經歷 創辦了文善社灣區愛樂等等的很豐富音樂的經歷 甚至乎幫到社會很多 我這裡就想問一下 我自己在立法會經常聽到政策的 經常聽到他們提起一個字 叫做香港要打造成為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心 其實他們很用力去做這些事情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然後又搞M加博物館、故宮博物館、戲曲中心等等 你們怎樣看未來香港的文化發展 特別是你們做音樂的 你們覺得有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援 或者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支援當然越多越好 絕對是 其實因為音樂有一個作用是 共同感受 當我們人生遇到一些難題的時候 如果有音樂 你會覺得原來不是只有我遇到這個問題 例如作曲家 以前很多寫情歌 都是失戀的時候 他們會聽 但如果到自己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聽一聽 原來不是只有我遇到 原來是人類也會有共同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有意義 Sharing of feelings 它揭出了很大的作用 還有音樂教育對於社會來說 其實是很重要的 學樂器其實是對小朋友腦部的發展很好 手腦配合 其實對整體社會的幫助其實是非常大的音樂 如果政府能夠有更加多的支援 當然更加好 例如香港表演場地比較差一點 是嗎 表演場地比較差一點 你說跟國內比 跟外國比 其實是比較差的 設備比較差 明白 香港在表演場地設備上是可以再進一步 比起內地 比起全球其他國家可能就差一點 這些是一定要政府規劃去做的 絕對是 因為我們市民 或者我們是搞音樂藝術的人 其實是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關係到整個城市規劃 我現在在香港暫時會去大會堂 我似乎會去大會堂 還有會去戲曲中心 都有聽過 其他地方我真的少 還有沒有其他大型表演場地 文化中心 全灣大會堂 還有接下來東九的文化中心 東九的文化中心 都會有一個新的大型 我也有看過他的規劃 在東九龍那邊 這方面就是其中一個意見 余思呢 余思你覺得呢 我覺得我們文線社運營了這麼多年 一直都是靠一些善長人工的支持 一直都沒有得到政府的一些資助 很希望政府都可以認可我們這一班藝術的義工 去用自己的特場服務社會 絕對是 我們趁這個機會 多謝一下香港董事慈善基金會 都是因為他們的資助 我們才可以運營得到這個灣區外岳的項目 都是靠一些社會有心人 熱愛音樂的社會人士去支持才能做到 但我看到你們都做這麼多表演 幫特區政府有時在很大型的場合 都找你們幫忙 我覺得都值得認可給你們 剛才有聽過 特別是希望認可你們是專業 我覺得是重要的 可以再更加多的 可以更加多的 當然了 先認可你是專業的 才可以在分析、贊助上面 其實真的給予多些機會 本身是很有心的 亦都很有水平的 你們的架構裏面 很多都是以往在香港的 小提琴樂隊裏面有表演過的經驗 其實真的很值得特區政府去支持 還有剛才我聽到農老師說的 我也很有感觸 就是音樂除了 當然你說要拿音樂來賺大錢 那是後話 但是音樂本身可以 迎人抒發者的情感 還有音樂本身 都是香港很好的一個名片 我記得小時候 我經常聽朗朗朗朗這個名字 以前西方國家 可能很多地方會覺得 中國人貧窮、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當我們出了這麼出色的音樂家 出來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中國也有一個 朗朗、李雲迪 那麼出名的國際級音樂大師 這是卡片 真的 所以音樂對香港 對我們國家都很重要 我想問一下剛才我們講完我們的規劃 有什麼意見都可以看 剛才我都聽到有些觀眾 在留言區 不好意思 遲了回覆你 問一下你們會不會在社區、社區中心 走去不同的社區會堂等等 做表演給街坊市民看 絕對會 但是可能因為疫情這些關係 所以我們都很難有這個機會 可以入到學校、院舍、不同的NGO組織 如果大家有聽到這個節目 然後又對我們的表演有興趣 快點聯絡我們 直接聯絡我們 聯絡開明也可以 立即留下你們的聯絡 在留言區給大家聯絡 現在要喊咪 我想問一下 未來文綫社和灣區愛國 未來很快一年 很快到了一年的結束 接下來有什麼新的動態 或者有什麼打算 我們都是非常多的音樂會 快點關注我們 大非常多音樂會 1月3日會在中環大會堂 有一場動漫電影音樂 會有一個大視頻播放電影給大家看 很棒 很適合不同年齡 尤其是年輕一點的朋友 都很願意去聽 去接觸音樂這件事情 還有呢 雨絲還會做Cosplay Cosplay Cosplay 還會扮明日香油 這麼厲害 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與眾不同 和大家經常覺得 去音樂會聽好像很沉悶 很傳統 很classic 是完全兩件事情 我自己都很開心 我們香港有很多有心的人士 包括雨絲、龍老師 是密密地 都不是密密地 是走到台前 是推動音樂的發展 令多些人接觸到音樂 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再次多謝雨絲 和龍老師 今天和我們的觀眾分享 我們下期節目 再和大家再見 一起說聲 拜拜